這一集是想介紹香港支付寶裏面的跨境召車 整個召車的過程 還有再講清楚幾個比較多人問的問題 第一條究竟有沒有六人車呢? 因為很多時候出去玩不是只有四個人 有時候可能是五個人六個人 如果召的士的話就要分兩輛車就比較麻煩 答案是有的 只要大家召商務車一般就是六人車 基本上我召這麼多次商務車 就算是其他Apps去召 都一定是六人車 就不會是四人車 第二個問題就是預購車資 上條片也有說到的 它會預購車資先的 待會示範的片段也有講解到 其實一般唱順的話都會退回錢給你 不過其實上落都是一兩元左右 但是如果遇到大塞車的話就有機會 要補貼幾元給司機 都是因為這個情況 第三個問題就是 這個Apps可不可以聯絡司機的呢? 答案是不可以的 但是它會有司機的大陸電話號碼 如果大家有漫遊就可以打到給司機的了 但是只是在App上是不可以的 第四個問題 叫完又不要 影響評級會不會叫不到車呢? so far因為我要拍片的關係 其實一開始呢 我cancel的情況 比我實際真的call車搭車的情況 但是就一點影響都沒有 即是有時候call車要等9分鐘 或者我等超過1分鐘都沒有車回應我的時候 難道不取消嗎? 在正式開始之前呢 好多謝大家看上一條片 以我們這些新頻道 一條片超過8000人看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鼓舞和支持來的 如果大家覺得我的影片是幫到手的 希望都給個like和訂閱我吧 那我再有新影片教學的時候 就可以第一時間教到大家了 那就不多說了 Let's go 要跨境call車當然要開個香港支付寶 接著在應用程式的位置按更多 接著滾下去找跨境call車 一開始最緊要看自己的定位是否正確 接著再按你要去哪裏 今次的示範是由羅湖華僑酒店 去筍光的萬象食家 你打完你的目的地萬象食家 通常可以立即給你選擇 這裡見到有四種車型 經濟型是最便宜的 而左手邊的就是不同公司的call車 只要你在價錢後面 踢起了那間公司 就代表你以下的call車 那間公司都會收到call 你踢得越多 叫車的速度就越快 當然都是看回價錢 大家去選擇 有很多車型公司給你選擇 有經濟型 有舒適型 價錢貴少少 還有剛才所說的商務型 六人車 那我今次就打算不拍 一拍就試試豪華型 究竟有什麼車這麼豪華 大家見到要預支83元 剛才的價格是75元到83元 所以它直接收了預繳83元 賺了香港支付寶的積分Aポイント83分 支付寶的Aポイント可以當錢用 不過就慢慢存 我滿心歡喜等這輛豪華車 誰知結果是 就是一直都沒有豪華車叫得到 那我就播個快鏡 由11點51分到11點53分等了兩分多鐘 都是一輛車都沒有 這個情況都沒有辦法 唯有放棄 雖然見識不到豪華車 但是就可以教大家如何取消訂單 按了取消訂單的按鍵 你可以再選擇 取消訂單還是再等一等 只要你選擇取消原因 然後按提交原因 你就正式取消了這張訂單 錢都會退回給你的 既然找不到豪華車 那我今次轉陣 就找這輛商務車看看 照樣拼幾間公司 就不拼最貴那間 因為前前後後都可以欠20元這麼遠 那商務車就很快了 基本上我預繳了這65元之後 給錢啦 確認付款 就再預繳這65元在支付寶 給錢先 又賺了65元 基本上我一付完錢 就已經有個司機接單了 那大家就見到了 地圖上面顯示 就是它來的路線圖 大約還有多少時間到 那可能因為是商務車 它來的時間是需要9分鐘的 那我為了拍片的關係 那這9分鐘就沒有取消了 繼續等它來 那地圖就會實時顯示 車來的位置和速度 好 轉眼間9分鐘 司機終於到了 那大家叫車就一定要留意路面的情況 在哪個位置上車 那你又省了時間 司機又不用找你 方便簡單快很多 我都試過在APP上面聯繫司機 不過香港支付寶這個軟件 就不支援網上打電話 除非你用IDD服務打電話找它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APP上看清楚 上車的位置在哪裏 那車一到的時候就看清楚 當你一上車之後 司機就會和你核對你的帳戶 電話號碼尾四個字 司機哥哥要進回你尾四個字 它才可以接到這張單 正式開車的 正式出發這個旅程 我又快鏡給大家看一看 它的性質和香港的Uber 就非常之接近 上了車之後 由頭到尾 你都會知道你預計的方向怎樣去 就算改了行車路線 它都會即時更改的 那我坐這輛商務車 設施都幾先進的 好放心 說這麼快就到了 沐送司機走 最後就和大家看看今天的收費 第一次叫那輛豪華車扣了83元 取消了就加83元 第二次叫那輛商務車 預繳了65元 它之後又退回2.69元給我 整體整個流程就是這麼簡單的 有需要的大家可以留言問我 如果這兩段Core車影片真的拍到手 希望大家真的給個Like 以及訂閱我 接下來我還會教大家 沒有大陸電話 沒有香港電話 怎樣可以買到抖音優惠券 非常之多優惠 今集就到這裏 多謝 拜拜